2008年8月14号 这里是五三邦 我是Brad Fallon 为你带来今日的Web 2.0新闻 首先 在线广告游戏 又有新的玩家加入 Mag 即是以音乐人为核心的博客平台 宣布了他们最新的广告发布格式 Mag音乐网 这形式很像Sony BMG和Rick Rubin 这种广告更多的是鼓励 自定制广告 Widgets 以及更多的战场分成 而且有别于传统的服务 例如Google AdSense 新服务不久就会上线 我们会为您跟踪报道 再来看iPhone 你有没有听说过 关于iPhone程序强制关闭后门的谣言呢 现在谣言变成事实了 在一次访谈中 苹果CEO乔布斯 承认了这个强制关闭功能的存在 这个所谓的杠杆功能 已被视为恶意软件们的最后目标 想了解此故事的更多新闻 请登陆freelightreport.com iPhone也是有好消息的 最近有个新的第三方服务 可以让你离线使用 Google Docs软件 它的名字叫做MightyDogs 不过目前只提供离线读取文档的功能 虽然很多人觉得 如果它想更完美一点 应该立即支持Google Presentation 但对于只想阅读的朋友来说 您不妨立刻去iPhone App Store去下载使用 这个软件是免费的 网络社区化的进程 如今终于到了你的车里 尤其是对你的油罐车 Fuelight是一个很特别的 社区化网络服务 它提供了在线汽油购买跟踪服务 甚至你可以实时查看 你的车子当前油耗 并且还可以与其他车主的车辆油耗 进行对比 更棒的是支持iPhone等其他移动平台 而Twitter也将很快得到支持 最后 你现在终于可以给林家博客 来点真正的建议 这要感谢Slan.com和Revolution Money Exchange 现在OpenSlan的用户 可以随时随地给他们喜欢的作家 写点评论和建议 同时Slan也建立了一个新的项目 以帮助博客和读者之间 更方便的交流 以及博客们和作家们 更好的共同创作 试试吧 下一个两美金的建议 可能就是你的 这是五三邦 我是Brad Fallon 2.0分钟之内 搞定每日的Web2.0新闻 谢谢收看 让我们明天再见